希望他投進來 時間到 他就要保送了 那這邊就直接保送 二雷神比了時間到 因為我們看到的 右下角計分板 的確是0秒 那這邊陳江河首席教練跟 另外一種教練講的應該是 聲號尾沒有準備好 風總應該說 這不能看 這不能看吧 這不能看 裁判判了就是判 他應該是這樣認為 我們可能真的要看一下 整個到時間計時器的過程 精神是迎代確認 擊球員沒有違反 投球投手違反秒數 因為沒有畫面 所以也不計挑戰次數一次 在扭傷之外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其他部署 不過這一球東針打得很紮實 打到一個左中外野方向 是要來處理 左下野手接到之後 船向二雷 這球偏低的位置提前落地 所以圖手沒有辦法撈起來 就形成一個抱頭 繼續蹲出去 投的比較開一點 這個訴求沒有進入到好球 帶四壞球保送 希望他投進來 時間到 時間到 那就要保送了 那這邊就直接保送 二雷神比的時間到 二雷神比的時間到 這邊因為我們看到的 右下角計分板 的確是零秒 那這邊陳江河首席教練 跟便宜一總教練講的應該是 聲號尾沒有準備好 對 首席教練可能是這樣表達 就是認為這個應該是在 打擊方面 他沒有準備好 不是投手的那個 因素 對 因為打者在倒數 八秒前要準備好 要進到那個打擊區裡面 準備好 而且因為壘上有人是25秒 我們剛剛體感覺得 好像25秒 沒有那麼快 那麼快就到了 楓總應該說 這不能看喔 這不能看吧 這不能看喔 裁判判了就是判了喔 他應該是這樣認為 我們可能真的要 看一下整個到 時間計時器的過程 這邊應該是先問 技術委員啊 就是整個過程到底是怎麼回事 對 看起來教練團也要熟讀 那個規則啦 不是只有裁判 對 因為今年這個 時間計時的規則 是 算是 今年開始 使用喔 所以在流程上面 真的 出現滿多狀況 對 那看起來是 兄弟這邊認為是打擊者的關係啦 嗯 那裁判這邊是認為 已經超過這個時間喔 對 因為秒數 計時器就是歸零了嘛 對 來看這邊 嗯 最後的結果 應該是先看這個過程喔 好 裁判要直接講喔 裁判主說明 因為現場的聲音太吵雜 我先進去審視小組那邊做確認 你知道嗎 是因為現場的聲音太吵雜 所以他直接進去場內聽啊 直接進去小房間看 直接進去小房間聽 因為用對講其實可能聽不清楚 哇 這個有趣啦 今天的比賽真的是 對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本後這個位置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看到 倒數計時器 所以我們不知道過程 對 那個鏡頭拍不到啊 對 那富邦的新莊主場 本後有一個 中外野有一個 但因為我們也看不到 中外野的計時器 不過以兄弟的 剛剛這個抗議的這個程序 他一定認為是打擊者的關係喔 是打擊者沒有進到打擊區 因為這個秒數他 喔 他認為秒數他還沒有進到打擊區裡面喔 是 是他的責任喔 因為如果沒有play的話 當然秒數要繼續寄 那魏塑成已經在等聲號尾了 沒有錯 但是裁判會認為就是已經拖過那個時間了 魏塑成在這邊其實就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 現在真的描述到了 所以我們要看的應該是25秒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啟動 沒錯 這邊 郭榮志投手教練 剛好喔 趁這時候抗議一下 對 那這個富邦這邊是認為說 這個判的是不能用那個電視主注的 就不能改啊 對 是不能改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裁判或者技術委員在看的 可能是這個秒數按的時間呢 哇 這個 這場球賽還挺精彩的 這場球賽 狀況很多 這個端午節加演了很多狀況給大家看 對 讓大家 種子多吃幾顆啊 這樣比賽配起來比較好看 因為那個重播鏡頭如果沒有秒數 我覺得技術委員要看 也很難看嘛 對 也不好看 因為沒有對比的畫面 對啊 除非說技術委員 他自己手上有那個在量測的時間 對 但是一般應該是很困難吧 他現在 欸 可是秒數沒有啊 除非他現在從魏縮成接到球的時候 他開始計時 不然 沒有秒數的畫面應該 沒辦法對比 沒辦法 那現在 生號我又還沒有進去 好 現在進去了以後 好像揮棒揮了幾次 倒數八秒他要準備好 對 所以這邊魏縮成其實在等他 等他準備好 然後捕手才要比按號 結果這個時候就已經判了 對這有正義 好 這邊要來做裁決 來啦 結論是因為 就像我們說沒有計時性的對比畫面 所以裁判認定嘛 對 裁判就直接當下判了就判了 沒錯 沒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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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